大众心理研究 古斯塔夫 勒庞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第十二章 选民群体 提要 选民群体的一般特征 如何说服选民候选人必须具备的素质 声望的必要性 词语和套话对选民的影响 竞选演说的普遍特征 选民的意见是如何形成的 委员会的威力 大革命时期的委员会 普选无法替代 普选反映了什么 选民群体是指 有权选出某人担任某项职务的集体 它也属于意志性群体 但他们的行为 仅限于一件规定十分明确的事 即在不同的候选人中做出选择 因此他们只具有 少数前面讲到过的群体特征 如群体的推理能力极差 他们没有批判精神 清醒 异怒并且头脑简单 此外 在他们的决定中 也可以找到群众领袖的影响 和我们列举过的那些因素 断言重复和传染 有关 让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是怎么被诱惑的 其第一个因素是 候选人应当享有声望 第二个因素是 候选人必须富有 能够取代个人声望的 只有财富 财干甚至天才 都不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最重要的一点是 享有声望的候选人 必须迫使选民不经讨论 就接受自己 选民中的多数 都是工人或农民 他们很少选出自己的同行 来代表自己 原因就在于 这种人没有声望 即使他们偶然选出一个 和自己差不多的人 一般也是基于 一些次要原因 例如 为了像某个大人物 或有权势的雇主 选民平常要依靠他 泄愤 或是因为他能通过这种方式 产生成为其主人的一时幻觉 若想保证自己取得成功 候选人只有声望是不够的 选民特别在意他 表现出贪婪和虚荣 在表现得非常清高的同时 还必须用最离谱的哄骗手段 才能征服选民 要毫不犹豫地向他们许诺幸福 哪怕这些许诺是一向天开的 如果选民是工人 侮辱和重伤雇主是不二法门 其言论再多 再尖刻也不过分 对付竞选对手 必须利用断言法 重复法和传染法 竭力让人相信 这个对手是个十足的无赖 他恶贯满盈 使人尽皆知的事实 为任何表面证据而废心是没有用的 对手如果不了解群体心理 他会用各种证据为自己辩护 不懂得用断言来对付断言 如此一来 他就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了 候选人写成文字的刚铃 也不可过于详细和绝对 不然他的对手将来会用这些文字来对付他 但是在口头发挥中再夸夸其谈也不过分 可以毫无聚色的承诺最重要的改革 这些夸张的承诺能够产生巨大的效果 但对未来并没有约束力 因为这需要不断地进行观察 选民一般懒得为这是操心 他们才不想知道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究竟能在他所赞成的竞选纲领上走多远 哪怕当初选他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刚领 从以上例子中就能够看到所有说服群体的因素 各种口号和套话有着神奇的控制力 一个明白如何利用这些说服手段的演说家 很容易就能够控制群众 像不易之财 卑鄙的剥削者 可敬的劳工 财富的社会化之类的说法 永远会产生同样强大的效果 尽管这些陈词烂调早已经被重复过无数次 此外如果候选人满嘴心词 其含义极为模棱两可 那么就能够迎合各种不同的愿望 如此一来必能大获全胜 由于这种套话的含义复杂 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解释 1873年的西班牙的血腥革命 就是因为一个这样的词语而爆发的 一位作者做了详细的技术 我引用如下 激进派发现 极权制的共和国其实是改头换面的君主国 于是为了迁就他们 议会全体一致宣告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 虽然投票者们谁也解释不清楚自己投票赞成的是什么 但这个说法却让众人皆大欢喜 人们无比高兴地陶醉其中 似乎看到美德与幸福的王国由此诞生 一个共和主义者如果被对手拒绝授予联邦主义者的头衔 他就会认为自己受到了致命的侮辱 在大街上相遇时人们常用的问候语是 联邦共和国万岁 随后周围便会响起一片赞美之声 他们认为军队没有纪律是一种美德 他们高度赞成军队自治 人们对联邦共和国是如何理解的呢 有人认为它是指各省的解放 即同美国和行政分权制类似的制度 有人则认为它意味着消灭一切权力 迅速着手于伟大的社会变革 巴塞罗纳和安达路西亚的社会主义者赞成公社权力至上 他们建议在西班牙设立一万个独立的自治区 民众根据自己的要求制定法律 在建立这些自治区的同时 禁止警察和军队的存在 叛乱很快便开始了 从南部各省的一座城市向另一座城市 从一个村庄向另一个村庄蔓延 有个村庄发表了宣言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破坏电报系统和铁路 以便切断与湘陵地区和马德里的一切关系 所有的小镇都在另起炉灶 联邦制变成了粗暴的分权制 他给各立门户大开方便之门 到处都在杀人放火 人们无恶不作 这片土地到处都是血腥的狂欢 理性几乎不可能对选民的头脑产生影响 千万别去读那些有关选民集会的报道 否则你会对这个问题产生怀疑 在这种集会上 言之凿凿的痛骂对手 有时甚至拳脚相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各种惊人的言论此起彼伏 绝对没有道理可言 即使有难得的片刻安静 也只是因为有个粗鲁狂躁的人在场煽风点火 宣称自己要用一些让听众开心的麻烦问题难倒候选人 但是这些愚蠢反对派制造的瓶颈是短命的 因为他们提出了问题根本无人聆听 他那点可怜的声音很快就会被对手的叫喊压倒了 报纸上有很多类似势力 我从中选出几个作为这方面的典型 在一次公共的集会上 组织者之一请预会者选举一名主席 全场立刻骚乱起来 无政府主义者跳上讲台 粗暴地占领了会议桌 社会主义者则极力反抗 人们相互扭打 各党派互相指责对方是卖国贼 是奸细 无数人因此受伤 因为骚乱 会议拖延了很长的时间 话语全转移给了X同志 这位演讲人开始激烈抨击社会主义者 群体则用白痴 无赖 流氓等词骂他 针对这些脏话 X同志则非常巧妙地用一种理论来反驳 根据他的推理 社会主义者全成了白痴或可笑之人 为了庆祝五一劳动节活动而准备预言 阿勒曼派在福伯隔宫大街的商会大厅组织了一次大会 为了避免争论 会议提出的口号是沉着冷静 社会主义者被称为继同志 这个词是白痴和骗子的隐喻 一听这话 大家便开始相互攻击 演讲者和听众甚至大打出手 椅子桌子板凳等全都变成了武器 由此可见 这样的集会中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理性 论证和推理完全不能发挥作用 不要以为这种描述只适用于固执的选民群体 更不能认为理性与否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 不管是什么样的集会 即使参与者全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在会上的争论也没什么两样 我说过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降低他们智力水平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 在所有的场合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明 例如1895年2月13日的时报就有一篇关于学术集会的报道 参加会议的全是大学生 那个晚上会议越来越嘈杂 众人的争吵声有增无减 任何一个演讲者说上两句话就会被人打断 时刻都有人大声喧哗 场内喊叫四起 演讲者在发言时博得了喝彩声的同时 也会听到辱骂声 一些听众激烈地争吵着 有人挥舞着木棒 有人不停地击打地板 如果有人打断演讲者发言 听众不是叫嚷着把他轰下去 就是让他继续说 我们姑且称一位学者为C先生 此君满嘴仁义道德 在他发言的时候 张口便批判某些人不是白痴 就是诺夫 恶棍 卑鄙 无耻或唯利是图之人 他认为社会充斥打击与报复 事风日下 他宣称要把败坏道德的东西统统消灭 人们也许会问 政治或派别不同的选民的意见 怎么可能达成一致呢 问这种问题的人 等于为群体自由闻过是非 这个奇怪的谬论忽略了群体心理原始化的特征 虽然大众群体也可以有意见 但这些意见绝非他们自己的 这些意见不过是被煽动的群体接受的某种暗示 既然是暗示 其合乎理性的可能也极低 这是因为 在类似选举的事件上 选民的主张和选票都被握在选举委员会的手里 领袖人物通常都是些有名的政客 为了达到目的 他们向工人阶级承诺各种好处 他们尤其懂得将个人意愿变成群体意愿的方法 由此领袖们得到了群体的拥戴 正如民主人士谢雷先生所言 你知道什么是选举委员会吗 它是我们各项制度的基石 是政治机器的一件杰作 它的零件不多不少 今日法国就是选举委员会统治者 只要候选人能被群体所接受 且有一定的财力的话 想对群体产生影响 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了 选举委员会之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因为选举委员口出狂言 假如有人会款三百万法郎给他 他就能保证让布朗热将军重新当选 选民群体的心理学就是如此 他和其他群体一样 既不更好也不更差 以上所言并非反对普选 我明白了他的命运 因此出于一些实际的原因 我愿意保留这种办法 事实上 我们是通过对群体心理的调查 归纳出了这些原因 基于这些考虑 我要对他们做进一步的阐述 不必怀疑 普选的弱点十分突出 所以我们很难视而不见 不可否认 文明是少数智力超长的人的产物 他们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顶点 随着这个金字塔各个层次的加宽 智力也越来越少 那些智力低下的人 就是一个民族中的群众 一种文明的伟大 如果依靠仅仅以人多示众的 平凡的成员的选票 是无法让人放心的 另一件无需质疑的事情是 大众投下的选票往往十分危险 群众已经让我们付出多次被侵略的代价 他们正在为社会主义铺设道路 由此 社会主义终将胜利 而这种异想天开的 人民主权论 十有八九会让我们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虽然这些不同意见从理论上会颇令人信服 但在实践中却毫无意义 只要明白观念变成教条后便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 我们就得承认这一点 从哲学的观点来看 群体至上的教条正如中世纪的宗教教条一样不堪一击 但它仍然拥有和昔日教条一样强大的绝对权力 也像过去的宗教观念一样不可战胜 假如有个现代自由思想家穿越时间 来到中世纪 你认为他敢攻击圣行于当时的宗教观念吗 这些宗教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一旦冒犯宗教 法官就会毫不留情地把他送上火行柱 指控他与魔鬼勾结或参加了女巫的宴会 试图通过讨论改变普选制度 比群体的迷幻式的信念高明不了多少 就当前来说 普选的教条有过去宗教式的威力 那些政客和记者提到民主和社会主义时 他们表现出的阿余奉承于谄媚之态 即使是路易十四也不曾享受过 因此对待普选制度 就像对待宗教教条一样 如果不赞同 那么就保持坚默 让时间去改变它吧 致力于破坏这种教条只会徒劳无功 因为它显然有一些道理 并且有一件委是自己的外衣 托克维尔说 在人人平等的时代 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崇拜 因为彼此都一样 但这种相似性 使他们盲目相信公众的判断力 因为他们觉得 既然大家都同样开明 真理就一定掌握在多数人手里 限制选举权 只让那些智力优秀的人参与选举 就能提高大众投票的质量吗 显然 我永远也不可能这么认为 基于前文已经说过的 一切群体 不管组成它的成员是什么人 群体的心智都非常低下 一旦进入群体 人们就变得智力平平了 我一点都不相信 在同一个问题上 40名认识的投票 会比40个卖水的人的投票更高明 不要认为只让有知识 有文化的人成为选民 普选结果就会有所不同 一个人不会因为 通晓希腊语或数学 不会因为是个建筑师 医生或大律师 就会在社会问题上 看得比别人清楚 我们的经济学家 全都受过高等教育 他们大多是教授或学者 但他们和曾就哪个一般性问题 贸易保护 双本位置等 达成一致的意见 这是因为人类 普遍愚昧无知 学问不过是弱化了 他们的无知而已 但这拯救不了他们 在深度问题上的低能 在社会问题上 由于未知因素太多 从本质上来说 教授和农民的无知 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 即使完全由学识渊博之人 组成选民群体 他们的投票结果 也不会比现在的结果好到哪去 他们仍然受自己的感情 和宗泰精神支配 对那些我们现在 必须解决的困难 还是一个也解决不了 而且 我们可以预见的是 在这些人的带领下 专制会变本加厉 大众的选举权 无论是被限制 还是放任自留 无论是在共和制 还是君主制之下行使 也无论是在法国 比利时 德国 葡萄牙或西班牙 其结果都一般无二 我讨论的结果是 群体选举的结果 不过是一个 种族意识的向往和需要 每个国家的当选者 他的一般意见都反映着他种族的秉性 从上一代人到下一代人 这种秉性不会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我们一再遇到种族这个基本概念 由此可见 各种制度和政府对一个民族的生活只能产生很小的影响 民族主要是受其种族的秉性支配 也就是说 是受遗传的支配 所谓秉性 正是这些品质的总和 种族和我们日常必须遵守的条条框框 是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